我 這酒真好喝啊 去個在外面賣 要一千多塊吧 我們家的東西 果然都是好東西 連酒都這麼講究 請我的妹妹喝酒 當然要講究了 謝謝姐姐 你的常識這麼豐富 對酒又這麼了解 不知道以前過的是 什麼樣的日子啊 我以前到處打工嘛 所以對什麼事情 都稍微知道一點的 怎麼樣 這些蠟燭還喜歡嗎 我記得 你小的時候 特別喜歡這些蠟燭 其實我現在 還是很喜歡蠟燭啊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蠟燭有一種 夢幻的感覺 是啊 只可惜 夢 總歸是要醒的吧 好了 那就祝我的好妹妹 美夢 永遠不醒 乾杯 乾杯 我有點好奇 你對這個家的記憶 到底是什麼樣子啊 這個家的結構我記得 我記得樓梯 我還記得我們兩個在樓梯上面 追著跑呢 那 那 你記不記得有一次 你從院子裡面摔下來摔得特別狠 我當然記得啊 我那次摔得很痛很痛啊 對了 對了 好像不是在院子裡 在 兒童樂園 好像是在兒童樂園 其實是在兒童樂園還是院子 我記不太清楚了 沒關係 來 這麼好的紅酒 再喝一杯 姐姐 你怎麼不喝酒啊 乾了我告訴你 哦 因為我明天錄影 我喝酒會水腫 原來是這樣啊 當大明星好辛苦哦 可是我一個人喝 沒意思嘛 不會啊 我不是在陪你喝嗎 正好趁爸爸媽媽不在 我們可以一起 聊聊以前小時候的事情 聊一聊 我們的記憶 不是很有意思嗎 姐姐 我們不要靜聊小時候 還有童年什麼的 那都過去了 我們可以聊一聊未來啊 你覺得二十年以後的我們 會是什麼樣子啊 在跳廣場舞啊 哦 來 雨依蓉 你到底想扮演妹妹 到什麼時候 喂 思月 我今天在音乐厅看到一件事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说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有一个表妹吗 我今天看到她跟崔教授 一起在音乐厅 我问她的时候 她说她在给崔教授打工 我想来想去 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我表妹这个人吧 可能不太靠谱 你提醒一下崔教授 不要给她太重要的工作 谢谢你 思雨 拜拜 拜拜 妈 我看你这几天咳嗽很严重 多补充一点维生素啊 来 我女儿真乖 就你等心疼妈妈 好甜 你也吃 妈 听说姐姐的男朋友 是阳光集团的萧涵 是吗 你又看那期节目了 是啊 我看这几天的娱乐头版 都是他们 姐姐和萧涵 可都是大人物呢 大什么人物啊 要不是你回来 我是不会让他们这样的 妈 那有机会你请萧涵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 我来这个家这么久了 都还没有机会见到姐夫呢 你想认识他吗 嗯 好啊 你想见他 我就给他打电话 好 妈 你再多吃一点苹果 嗯 来 好 好 哎呀 肖总 又来接女朋友下班回家 是啊 走吧 叶凡兴 你现在都不像以前的叶凡兴了 一下班就只知道去享受恋爱时光 好啊 那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好好加个班 不用 你们赶紧走啊 千万别给我打电话 我尽量帮你拖住他啊 好 走了 拜 拜 拜 伯母打电话 让我明天到家里吃饭 是不是因为上次公开的事情 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她白天打电话跟我说了 那你那么忙 哪有时间去家里吃饭啊 你同意了 不管怎么样 毕竟是你的父母啊 我不能总是避着吧 放心吧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的 坐吧 坐吧 都坐吧 伯父 伯母 很久没来探望你们了 你看 又买这么多东西 只是到家里吃顿便饭嘛 别这么客气 其实这次我是 特意来向二位道歉的 我在烦心的节目里面 公布了我们的关系 是因为我们不想再躲躲藏藏了 伯母如果要怪的话 就怪我吧 老婆 老婆 肖总都已经道歉了 别再生气了 你们把我讲得好像很不近人情啊 其实之前我不想公开 只是怕影响到 我小女儿回家的运势罢了 好了 好了 既然一家人都团圆了 这一夜翻过去了 翻过去了 你们也真是的 以后的私生活 就不要暴露在几亿人的面前 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妈 放心吧 谢谢您的体谅 谢谢您的体谅 谢谢您的体谅